畫面上可以看到貨輪擱淺在岸邊 但海浪不斷打上來 整艘船搖搖晃晃 更可怕的是上面還有人等待救援 直升機進行吊掛 試圖將船員救出 索性最後順利完成救援 船員著陸後還機動磕頭 表達感激 因為他們終於結束這場海上驚魂 根據瞭解這艘外籍貨輪上有十九人 一號上午五點多 因為船艙進水決定棄船 台東空情隊前往進行吊掛救援 但因為強臺山陀而來勢洶洶 風之雨勢都很大 救援人員不好靠近 一直到中午才救出第一批船員 將六人吊掛到蘭嶼機場 護輪隨著海浪飄向蘭嶼 最後擱淺在龍門港 空情隊繼續進行救援 最後在下午兩點將所有人吊掛出船 由救護人員協助送往衛生索救治 而船隻為什麼失去動力 詳細的進水原因又違和 都仍有待相關單位調查離心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最近消息 時間盡頭 交換棚內 哈囉 我是蔣心肺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